在清朝期间,就有明文规定,皇子必须在十五岁就成亲。 所以,大多数的皇上和太子在正式成亲之前都已经灵性过女人,对于传为之事早已知晓,甚至有的皇子年纪轻轻便已做了阿玛。 但是,根据史书记载,实施逝婚制度的皇室只有大清朝而已,并且清朝当时就有明确的说法,在皇上进行正式成亲之前,都必须严格选择八位比皇帝年纪大并且品貌端庄的宫女,伺候皇帝体验夫妻之事。 对于这八位侍寝过后的宫女,都会按照宫规给予名分,分别为私仪、私门、私寝、私障四个女官职,都是专门负责皇帝的生活起居的。 在进行挑选中,被选中的宫女便一跃龙门,从此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 所以,这是多少后宫女人的美梦,都将这设定为自己麻雀编凤凰的机会。 但其实,除了这八位试婚宫女以外,还有十六位由内务府选出的侍女进行后备。 而他们所有人的职责就是照顾天子,并且对于自身绝不可以出现打喷嚏、咳嗽、声响和口水吞咽的声音。 因此,这样计算起来,很难确定皇帝的试婚女人到底有多少。 运用现在的说法,也就是进行性生活的婚前教导。 但是,对于年纪尚小的皇帝和太子而言,过早的出肠静果对身体发育有着一定的影响。 他们正处于青春期,对于性生活还只是懵懂的状态。 太早的进行试婚教导,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定的伤害,并且很容易让他们身陷其中。 就像太子,位高权重,除了派遣的侍请婚女以外,只要看上的婚女都可随意的玩弄。 这也是清朝时代某些皇帝短命的原因。 过度的性生活,掏光了人体的精气。 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对于当时的公主竟然也有这样的规定。 不过教导的是驸马爷。 公主在确定驸马人选之后,择其良妻由皇太后或者是皇后挑选一名聪明机灵的宫女进行试婚。 当时也称为试婚格格。 并且在举行大婚之后,陪着公主一起嫁入驸马府,并在洞房花烛之时,由试婚格格先与驸马进行圆房。 在当天之后,试婚格格一早便需派人回禀太后和皇后,驸马在床上是否存在问题,以及动作语气是否柔和。 待检验合格之后,公主才能正式的出嫁。 而这位宫女则为驸马的妻妾或者是贴身女婢。 因为公主是皇帝的女儿,也就是所谓的金枝玉叶。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,古代的这样行为简直让人无法理解。 在与自己的爱人结婚之前,要选一个婚前姓万侣,简直荒唐至极。 并且在试用完了之后,还要看人品以及床上功夫是否完美无缺才能结婚。 这些规矩在过去是皇家威严的命令,尽管不同情理却被世人所接受。 可对于现在的社会,这是道德沦丧。 并且这样的第三者还会被社会所批判,被大家所厌弃。 当然,在古代,公主也是女人。 也有民间的嫁娶之礼,但是唯一的不同是,平民百姓或者达官显贵在迎娶夫人之时,都称之为迎娶,或者由南方进行入坠。 可皇室的规矩却不经枉然。 公主是皇家的代表,她的一切代表着皇权的威严。 所以被动的嫁娶之礼是不能用于此处的。 一般都是称为公主下嫁,是某些人的福气能够被公主选择。 公主的婚礼都是由宗人府来操持的,而宗人府主要管理的是皇家内院的事情。 其中的礼仪包括皇帝下旨允许出嫁,进行纳财问及,下嫁等一些相关事宜。 并且在下旨之时,由宫人带领驻马到前清门的东阶下接受皇帝的旨意,选择良辰吉日,公主下嫁,并要跪拜谢恩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